六個鄉的臉島已經進入採收機 等到鳳台要不來的好天氣 老民是趕緊採收 因為市場專給暖化影響 更像好水機一來就不停的盡控 這幾年以來三兩十年減少 天氣涼爽的時候 這就是有時候站起來 就是島一直很多 一直慢一直站 採收差不多一個月 但是現在沒辦法 因為天氣太熱 的平衣不但不生 臉上也不生 所以產量和產期它就縮短 目前六個鄉已經財政台幼十幾個臉島 不過全球暖化大來的影響 臉島的善用是年來減少 更是風態來識 一生二十斤的臉島 三個價值已經十九三千五百塊 現在就是放了風態去 一生二十公斤就是三千五 也是算很高的價格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產量就一家的價格那樣高 所有的東西都一樣 有以四位過 一邊還有準備開花結構的臉島 只要兩禮拜就能採收 平時好介紹關是農民的心會 以往風態當然就要好好保護 風態 一家說它風太大了 會把台湾蒸掉 蒸得都沒有效 風災還沒來之前趕快採收 可以的勉強可以的 全部把它採收起來 因為在台湾三年年減少 農民剛才拿成品質 吹到行銷關注以外 最重要的也希望農政黨位 能夠來輔導農民 改革一直在減少的三年 我们行销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要怎么克服这个产量要给它提高 这个区块应该是要让教授级的老师来指导我们农民 对我们最直接的帮助 农兜的为行中一直结果的这段期间 都是农民辛苦照顾的心会 但是全球软化很难改革 企业也很难以策 但是三流继续减少 到时想要吃农兜的可能也会很难 今天王主族创文报道